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014年创立的耐创科技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耐创科技的董事长 林允丽 李博来跟我们聊聊 欢迎Charles 乔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看到Charles非常的开心 Charles呢不仅就是产业做得好 而且他过去是学者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封号让我非常好奇 他被称为是产业界的黎明 是 是 是 而且我看到你本人 其实你比港新黎明还更具魅力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称号 其实是蛮不好意思的 坦白说 这个我不知道黎明会怎么想 不过我在大学的时候 大概很多朋友就说 其实你长得蛮像黎明的 那个时候黎明当然是全盛时期 在KTV唱歌也都唱黎明的歌 所以这个称号在那个时候 还算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不小的称号 那时过境间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谈了 但是我搬家搬到景美附近的时候 附近的这个早餐店的老板娘就说 哇 你长得真的很像黎明 那以后如果你给我演唱会的票 我就免费请你吃早餐 所以老板娘是你的小粉丝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不错 等到我们上市前法说的时候 刚好有个机会我觉得 哇 我压力这么大的一个场合 我需要让我自己的心情可以轻松一点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这样的笑话 那没想到大家都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也觉得似乎有那么一点像 所以就又慢慢大家又讲了这件事情 对 是这样 其实今年上半年 TDUA就已经封说 今年2023年会是台湾MicroLED的量产元年 那可是我们的观众也很好奇啊 过去大家知道比较多的 可能会是OLED Mini LED 然后现在呢 大家讨论这么多MicroLED 李博因为是学者出身的 你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观众了解一下 这各自有什么样的区别 是 是 再讲更前面一点点 有一个叫做 就我的小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有些观众也知道 以前的显示器是一个 很大 很厚重的东西 我小时候也是 对 我叫CRT 就是说那样的东西 其实你很难做在行动装置上面 一直到了我们看到LCD 叫做液晶显示器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我们通常叫LCD 出来了之后呢 好像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包括像今天的iPhone 这个手表都是 那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 当然有更新的技术发生 就是我们说的 Organic LED OLED 它的优势就是 它可以做成 可挠式 可折叠式 所以到今天有一个 折叠式的手机出现 现在市面上看到蛮多的 对 Apple已经全面性的 采用OLED这样的技术 那 但是台湾过去 并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产业 就是说台湾其实没有 真的OLED的产业 那台湾在LCD的投入 其实很多 那LCD有一个可以超级 就是说跟OLED 有一个竞争的机会呢 就是改变它的背光的技术 背光的技术 就是LCD本身不发光 它的背后的这个背光源呢 如果改用Mini LED 它可以在很多的特性上 很趋近于OLED 所以它就变成是LCD的 下一个世代技术 那这也是市场主要的 OLED跟Mini LED 就是目前市场的主流的 两个技术 那接下来呢 大家更想知道的是 今年讨论这么多的 Micro LED 是 它的特性又是如何 对 我觉得佳琳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 这两个我们刚刚讲了 OLED跟Mini LED 其实各自有它的优势 OLED其实 当然它很多很好的特性 颜色啊 然后这个对比度都很高 那但是Mini LED加LCD呢 它会提供很高的 这个可靠度 还有就是说 我的使用的年线 可以拉得很长 Micro LED结合了这两个的优势 我们还是要更好的 我们需要更好的 因为我们需要更省电 更亮 对比度更高 然后呢 在很多的应用的场景 比方说可以做 可折式可挠式 这样新型的显示器 那Micro LED确实是 集过去所有显示技术的大成 或者说各种优势 于一生的一个新型的显示技术 好 刚刚被你讲得这么的好 我就忍不住想替观众问 那讲得这么好 这么多优点 它的成本一定很高 现在它高出多少 是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那 任何一个新的技术的开始 都是一个比较贵的部分 但是这个贵的部分 有很多的原因 我自己看 如果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 Micro LED没有任何的理由 会比OLED或者是LCD更贵 从整个结构来看 Micro LED是最简单的 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 打开这个你的手机 你会发现 哇 好多不同的磨层在后面 它需要很复杂的技术 组合而成 所以二三十年前 其实那个时候的LCD 价钱大概是先来两百倍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其实大家 透过这个大量生产的过程 让价格大幅的下降 所以 我们的看法是 Micro LED今天 大概还是 OLED的大概十倍的价钱 但是我们有信心 在未来的 五年到十年间 降到今天OLED的价钱 也就是降90%的价钱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 检视这段历程 未来有没有可能 像Charles讲的一样 降了这么多 但是您在开发 其实您自己讲 它的过程如果拆开来看 它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我们在把它开发成商品化的过程 有没有碰到一些挑战 非常多的挑战 就是说 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发生 我通常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做LED这个技术 那LED过去有一个应用是照明 那照明的大前辈其实是爱迪生 我想你可能听过可能没听过 大家应该都听过 应该都听过 就是说年纪才太轻了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 那从我们的想象中 哇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应该马上的取代当时的煤油灯啊 这种煤气灯 没有 花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需要infrastructure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用电的东西 你做了一个电灯 一般家庭没有电 所以他觉得煤油灯 煤气灯很方便 他就持续地使用 所以爱迪生必须要成立GE General Electric 来做这个电厂啊 部件这个电力的设施 到家里面 你才能够使用电灯 就是当你有需求了 你才有可能会去用它吗 是 是 而且你需要 我们叫infrastructure 就是有足够多的背后的支持都完成了 你才能够一开 这个按开关 电灯就亮 全部启动 对 那MicroD面对一样的挑战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已经有很多显示技术的市场中 那这些显示技术都做得很不错 大家也都很习惯这些东西 那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做取代跟更换 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的展示 或很多的这个新型的想象 来提醒大家说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用新的技术来完成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面对的挑战 那因为其实你要想象一个新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说 凭空想象一些 可能是科幻小说 或电影里面才出现的东西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那么容易 那但是透过不断的 努力证明这些事是可行的 到今天大家已经觉得 确实MicroLED 应该会是下一个世代 很重要的一个显示技术 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很近了 其实Charles你有提过 他用在这些应用的方面来讲的话 现在可能是大型的显示器 那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切入到车用 穿戴装置 甚至你还提到AR 也有可能 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循序渐进 这个历程怎么样推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很多人都跟我说 Charles如果你明天 这个成本可以做得很低就如何如何如何 这个当然是一个想象中的过程 不过我想观众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产业的发展并不是那么 好像就发生了 好像一个魔术一样 好像一个魔法一样就发生 它其实要很多的推演 这个推演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的能力 我们叫产能 就算我今天可以把它做得很便宜 那但是明天 一个厂商 一个手机厂商 跟我订购一千万支 我也做不出来 那嘉琳可能知道 现在很多这么大量生产的东西 如果你不能给这个产能 它就不会跟你做 也就是说 这个手机公司会跟我说 如果你不能够一次交给我 一百万支一千万支的量 我是不可能用这个东西 对 因为它没有办法 它的市场就这么大呀 没错 没错 那怎么办呢 我要不要冒这个风险 在它还没有给我订单以前 我就去投产这么大的产能 还是我就要不做这个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通常说是一个很两难的局面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是从比较量小 但是高价值的题目先切入 比方说您刚提到这个大的面板厂 大的大尺寸的面板 那这样的面板 通常在商业的应用 在比较高价的应用里面 是比较有需要的 那这个就会提供 虽然量小 但是是我们慢慢慢慢锻炼 而且把产能扩大的过程 所以大尺寸的面板 手表 然后到刚刚讲的AR 都是车用的面板跟AR 都是我们觉得非常类似的状况 随着这个技术不断地铺陈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机会可以 拓展到更大的应用 像手机啦 或者是其他更主流的应用 这几样是目前我们所谈到的 那就像电影一样 其实您刚刚有前面有跟我稍微聊到 就是说这个想法 这个idea 其实您从求学阶段 就已经有开始在设想 不一定是您做 但有可能是其他的厂商 你觉得市场上应该要有 有没有接下来还有更多 令大家惊艳的运用方式 是 不嘉宁这问题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做LED 其实我们就对LED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觉得它是一个超级棒的光的来源 我们应该可以用它来做很多的事情 就像您刚提到 在一些电影中 那我自己看像这个钢铁人 他就曾经出现过 透明的显示的这个一个控制器 那我们也确实利用Micro-ED 可以做出一个非常高透明的 这样的一个显示器 对 然后这个技术 其实应该是过去所有技术 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也认为 这样的东西是 应该要存在 应该要出现 不过坦白跟您说一个故事 我们认为说 Micro-ED应该可以做透明显示器 而且我们真的做了 做完了我们觉得 哇这太棒了 这是我们看过最酷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因为大家说 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个透明显示器呢 放眼望去你根本想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东西过去 不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该怎么用 没有人知道 就好像你如果到 一个很古代的一个年代 可能200年前或300年前 你拿了一个iPhone过去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也不觉得有什么功能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环境中的infrastructure 没有完成以前 其实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就开始努力推动 这个透明显示器的一些可能性 包含车用啊跟其他的应用 是这样子 OK所以接下来未来 maybe有机会 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Iron Man 我们都可以拿到那个PAT 我觉得这天应该会很快就来了 很快就来了 我相信Charles应该是对这个产业非常非常具有信心 其实今年在七星的时候 您送了您太太最棒最棒 所有女生都羡慕的礼物 是是是 600张股票 是是是 你应该是非常看好这个产业接下来发展 不光是想象而已 是真的会实际在应用面上面 是 那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国内大厂大家是要打团体战的 我们成立了MicroLED的精英阵队 因为过去的十年 台湾等于在面板产业上 OLED我们是有点可惜缺席的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要紧紧抓住 甚至谈到一个产值 2023年全球的产值要达到6000亿台币 你觉得这个数字有被低估吗 我认为面板业的产值应该是可以做得到没有问题 那对MicroLED来讲 当然我们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才能够慢慢catch up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的话 台湾如果说我们想要以MicroLED这个项目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有机会成为全球的产业基地吗 从这边出发点我们成为全球领先 是 我觉得台湾在发展MicroLED上 确实有很多先天上的优势 这个先天上优势也是个比较的结果 首先我们有非常完整的LED供应链跟面板供应链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相较于其他国家 我们有这个优势之外 那韩国也是做得不错 大陆也做得不错 但是韩国跟大陆在过去 在OLED的投入其实非常高 那也照产业的发展这样 我投入了 我当然希望回收之后 我再去做下一件事 所以他们在OLED的回收 其实还没有完全达到 所以他们还是持续投入OLED OLED 台湾就是没有参与OLED这件事 所以没有在OLED上有太多的投入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包袱 就全力投入MicroLED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台湾很大的优势 那过去几年的努力下来 确实我认为台湾的MicroLED技术 应该在目前来讲 在世界上应该是最领先的一个基地 确实如此 其实近期也有一个好消息 那一天我们还稍微发了重讯 那这个消息是说 我们跟友达签订了一个7亿的合约 这个合约是我们在友达的龙坛厂 要设置6寸MicroLED COC的产线 而且2025年下半年就会开始投产了 大家看得到东西了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大家也好奇就说 友达自己也研发了10年 为什么他要量产的时候选择跟我们合作 甚至连富财他旗下的金店 也是跟我们合作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没有 首先我当然非常感谢富财的老大领导 或者说跟他们合作的伙伴 然后还有友达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过去几年 其实大家当然有各自努力的部分 但其实一直也都有很多的合作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最后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winning strategy 就是说有不同的切入点 大家不同的公司做不同的研发 因为一个很大的产业 并不是单一一个公司可以完成的 那结合大家的能力一起去努力 其实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看 跟富财的合作跟友达的合作 都是我这样讲 当然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抹杀任何努力 但是我觉得是蛮水到渠成 蛮理所当然的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大股东 真的都是大有来头 包含我们刚刚谈到的友达 金元光电光宝科等等 甚至南韩的三星是我们最大股东了 他们持股超过两成 但是在友达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韩国媒体就开始好紧张 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警讯就说 现在包含他们的三星还有LG 他们都非常投注在OLAY上面 那现在看起来台湾的厂商这么大动作 接下来在下一个世代 面板显示产业上 他们可能会失去领先的地位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从我角度来看 蛮不错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提的 短时间来看我们确实领先 大家也确实投入 相对于其他地区比较多的资源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 是一个永远的优势 或者是已经建构了足够高的障碍 我觉得反而我们要很理解 就是说也许大家 比方说韩国或者是大陆 有一些因为这样的提醒开始投入 我们其实还是在台湾要更多 更加强的投入 这件事才会更稳固 你心里面还是战战兢兢的 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 当然还是战战兢兢的 不容许这个松懈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今年9月份 中国显示器的出口量 他们终于转正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整个北美 还是他们最大的市场 但市场上也很多人在谈 所谓的美中贸易战 美中科技战 下一个他们锁定的 有可能就是面板产业 那您怎么看 真的会威胁到他们吗 我自己比较难评估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确实在跟很多 特定的产业 比方说汽车产业 我们跟美国的汽车产业 跟欧洲汽轧产业 他们都在提出 也许要去中化 或者说不是百分之百的去中 但相对的比例上的要改变 所以我认为这是台湾面板产业 特别在车用 或者说特定一些产业的应用 就非民生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这也是我自己觉得 我们跟友达跟富财 有相同的看法 我们应该要全力在这个时候 加紧突破我们的技术 赶快能够提升量产的能力 达到这个客户的要求 其实大家刚刚听Charles他在分享 不管是整个显示器产业 还是说对整个景气的看法 你会发现他非常善于表达 因为其实您是学者出身 而且你全家都是教育体系的 是 我父亲也是教授 我妈妈是高中的老师 所以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是书香世家 对就是比较会讲话的这种 但我也不觉得这个是表达能力 我们还在练习当中 不过我自己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 努力的把自己认知的事情 跟我们的投资人 跟我们的客户沟通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断的锻炼我自己 希望能够做得很好 小时候爸爸 爸爸就是在成大教书吗 他妈妈也是老师 从小他们对你就是有觉得说 有一天您会创业吗 还是他希望你就是当个老师 当个教授 对 我爸爸跟妈妈对我的期待 其实是稳定就好 稳定 所以担任教职 其实是他们觉得 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后来 有这个机会回到台大任教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觉得非常高兴 觉得这个是他觉得 达到他对我的期待这样子 那所以后来离开学校到产业界 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太亮解的 我妈妈其实还好 但我爸爸其实是不太理解 也不太亮解 他那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他找了很多的朋友来劝我说 说这是不治之举 就是说这个很 教职还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 而且也有机会 施展你的抱负 为什么要这么绝对的离开学界 所以他其实是 一直希望我可以多考虑一下 直到现在都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坦白说 一直到大概两三年前 我们状况稍微比较稳定之后 他才比较觉得说 这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条路 当然我想他心中仍然觉得 这个能够再学校教书 还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那这么多的声音 叔叔伯伯 从小看你长大的这些长辈 大家都来力劝你 说实在的 在大学任教 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很多人也非常向往的 那那个时候这么多声音 这么多的杂音出现了 你怎么样坚持 你要创业这件事 我应该这样讲 我即使到现在 我也觉得在台大任教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 自己也是台大毕业的学生 我觉得能够回台大教书 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 我其实给自己的期待更高一点 就是说 要教学生 我总不能只是教书本里的知识 像我们这样子 念了完了书就回到学校 其实大部分能教的 还是书本本身的知识 我更期待我自己可以给他们 也许对社会的更多的了解 对产业更多的了解 那我其实是不太擅长 所以我 即使到今天我也觉得 也许我有一招 就是回到学校教书 我还是希望有这个机会 那能够给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特别台大的学生这么优秀 书本上都会自己看就可以了 我们应该教的事情是 书本以外的知识 所以我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并没有真的想要放弃教书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 更能够给学生更多帮助的一个老师 当有朝一日你再回去的时候 其实你是带了很多产业界 一些相关的经验回去 可以告诉他们更多 如何结合学术跟实务 如何做真正的创新 有意义的创新 这是我很希望能做到的 不过那个时候 你刚出来创业 很多人都说 创业失败率是很高的 尤其只有大概5个percent 甚至更少的人会成功 会继续走下去 那你觉得那时候你出来创业 是资金难 研发难 还是哪一些挑战 创业来说是最辛苦的 我觉得每件事都蛮难的 不过我觉得创业的人 不能够想这些事 就是说严格来说 我今天回头想 好像都蛮难的 但是我在那时候 真的没想过这些事 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好像很难 那个好像很难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事 我觉得我想的时候 这件事我可以做 那件事我也可以做 我应该去做它 去做它 去做它 然后做着做着 好像就有些突破 也许都不是都100分 但是我们就慢慢慢慢 就做出来了 但是到了今天 我回头去想 我当时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其实自己都觉得 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当时 我真的没有觉得 有这样的很困难的想法 当时候最大靠山 会是您太太吗 我太太当然给我 非常大的支持 就是说 她觉得说 有一个机会去 试试看 她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所以我太太当然是我 很重要很重要的靠山 不过我觉得我的同事们 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一个团队 所以回过头来 我觉得创业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团队 我的团队 跟我有类似的想法 就一个任务来了 坦白说我觉得当下 大家都眉头一皱 这件事有点困难 但是不知道怎么 大家就说 好吧 那我们来做做看 做着做着 也就有突破 所以一个好的团队 一个不那么担心困难的团队 其实是我觉得 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很重要的关键 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说这个资金也是很重要 那前面我们其实也有提到 我们的背后大股东 阵容非常非常的坚强 包括了友达 金元光电光宝科 三星等等 我们很好奇 刚开始我们在做这件事 尤其我们台湾的厂商 在过去的十年 面板显示器产业 是有点小缺席的 那您觉得 你过去也从来 比较少做这个 你又是学者出身 为什么 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可以让这么多大咖 来替你撑腰 我觉得 我们在一个好的timing 做了一个大家觉得 可能有点道理的事情 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 市场真的是运气很好 那不过我觉得 我们能够聚集这么多 很棒的投资人 或者很棒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是一个 相对很透明的一个 创业团队 就是说 我们不会想要隐瞒 我们没做好的事情失败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就是做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也尽力地达成 我们的 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会 在合理的时间 合适的时间 在对的时间 答应的时间 deliver 应该deliver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一路这样做做做 那也在过程中赢得了很多很多 我们投资的信任 那这个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点 台湾大厂 大家当然比较不意外 但是三星 而且一口气 它的持股还这么多 甚至是想上海传言说 它曾经有想要把我们 整个买下来 当时候是怎么样的 因缘忌讳会 会开启这段缘分 三星的投资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对对对 就是说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就是有一天突然间 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 跟我们说 这个你们会不会做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我就说这个我们应该会 他就说 那另外这些这些呢 我们说这个研究一下 应该也可以 他就说真的吗 那我就说那请问 都是讲英文 我说那请问你是谁 他说我们是三星 我们想来看一下 所以就来了 然后开启了一些 初步的合作 我们都顺利地达成 他们的期待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合作 像我们跟三星这样的合作方式 会觉得那个角色也是蛮特别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 就是这个产业的佼佼者 你们怎么样去拿捏 跟这个大客户之间 这个大股东之间的 这个相处模式 我觉得 我们身为做技术的人 都会觉得有一点喜欢比较 而且就好像 你如果是一个很棒的选手 不管假设你是一个 很棒的篮球选手 你不会甘于说 我要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 一直当最会打球的那一个 你喜欢到大联盟 你喜欢到NBA去挑战 总会需要一些挑战 而且你会觉得 那是一个你的honor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觉得跟三星这样的 世界一流的公司合作 我们当然相信 他会找很多的团队 他也会找他内部的人做 但这就是我们很好的挑战 因为如果我们输了 那就表示我们既不如人 我们再多练习就跟投篮 打棒球一样 但是我们觉得在 高的这个层级的挑战 会带给我们很高的value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很好的机会 那事实证明 我们其实在过去以来 其实做得还不错 那我们也是 仍然是目前这些公司 最佳的选择 或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那您会不会担心呢 未来有一天 MicroLED更加广泛运用之后 这一些的大股东 他们也自己来做了 那我们的角色呢 是 第一个 我不只不会担心 我还非常期待这件事 对 因为回过头来 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整个 从台湾的产业的角度来看 从显示产业的角度来看 MicroLED最大的竞争对手 并不是MicroLED 自己的厂商之间的竞争 而是我们产业对产业 我们跟OLED这个产业的竞争 其实每个技术都发展非常快速 OLED在过去几年 随着苹果开始大量采用 其实进步速非常非常的快 MicroLED如果不能在未来几年 快速成长 快速发展 其实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技术 也会被踩了比较久 要发展的时间会相对拉很久的时间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有很大的公司 很好的公司 愿意快速投入 我们当然非常支持 求之不得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很希望跟像友达 跟富财 进行比较深度的 技术上的交流的合作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Jalice您自己待过学界 现在又在产业界 其实林刚刚也不断的赞扬 您的团队真的是 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台湾所有的产业 这应该是役后 整个被放大来检视 所谓的缺工潮 那你要留住这些人才 你必须要有各种的方式 每个老板他都有自己的know how 那您自己怎么看 这个大课题 这个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灾问 就是说我做了 我们其实当然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从公司内部的角度来看 我们尽量减少人力的使用 所以 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生产站点 我们尽量利用自动化的设备 来做这个事情 那甚至我们利用人工智慧 AI来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自动化占比 在我们公司的总体大概多少 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台本身 都是自动化的了 就是说所以机台本身 应该是百分之百自动化 但是就是机台跟机台之间的串接 是我们下一步在努力的地方 就是说能不能够 完全几乎是所谓的关灯工厂 无人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毕竟这个技术本身 还在发展当中没有那么成熟 那我们的人才员工呢 应该被摆在哪些关键地方 是 我们觉得 先回答您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员工 我自己 像我这学期又回台大开门课任教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 也许我们应该在学校 多多的推广一个想法 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很多新的技术 不是只有台积电啦 这个半导地产业 台积电半导地产业做得非常好 但我们仍然需要新的产业来 平衡均匀的发展 所以我自己 第一个我们努力到学校里面去 做这个推广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 新鲜人年轻人一些新的梦想 就是说 怎么样挑战 就像刚刚讲 挑战大联盟 我们是一流的公司 挑战一流的市场 挑战最困难的事情 这是我觉得 我们欢迎 有兴趣挑战的人一起参加 这个是我们想要鼓励他们的地方 那所以 我们也给了很多的教育训练 做了很多的培养 那我们也希望 这些新的年轻人都在 最困难的战线上 最挑战的事情 跟第一流的公司 做很多的合作 你现在回到学校里头去 当然不同阶段你都有回到学校这样的机会 您自己觉得台湾在面板产业这一块 人才的培育上 有没有需要做一些更多的经济 我觉得非常需要 那我自己是光电 台大光电所 光电这个产业过去其实非常辉煌 就是说太阳能LED LCD 那不过如果你回头想 我们曾经称呼四大产业 产烈的产 其实这个就包含了三项 所以光电产业曾经非常快速的起来 但是也非常快速的下去 这个产业其实有非常多新的机会 其实 我不晓得家里知不知道 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光电产业 比方说这个相机 后面有一个这个CMOS感测器 然后包含像现在最流行的另外一个新的题目 连台积动都在做的叫细光子 对这些都是光电相关产业 但是光电相关产业 大家在过去有点紧张 就是说好像就业市场没那么好 很怕出来之后会没工作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不断地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新的机会在发生 MicroD是其中一个 你每一题 其实你都觉得挑战很多 我都觉得你在前世了 其实你给我的感觉是 你对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 有人说这就好像运动员一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从球学阶段 你球打得非常好 你打乒乓球 是是是 哇你连续都知道 爬输了很多资料 你在打球的这个项目 我相信到现在 或许有时候你有空的时候 你还是会进行 你觉得打球这个事情 对你在创业 或是你在经营一间企业 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 是是 加里这问题真的很有意思 我其实很喜欢打球 而且我念书的时候什么球都打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我打篮球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然后也打棒球 我 我觉得我大学可能运动超过念书 我觉得运动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美国运动员其实是 很有身价的 就他们离开了球场之后 很多的公司都很喜欢的 我觉得运动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抗压性 抗压性 这是第一个而且要永不放弃 非常乐观 因为 球赛总是有输有赢 你遇到更厉害的选手 你不能说一开始觉得我抽钱怎么弄运气不好 抽到一个不好的选手我就放弃了 再怎么样 难打的比赛你还是得打 而且你还是得想一些怪招 奇怪的招数 也许混淆了他的这个过去的经验 你就会获胜 所以 我自己觉得这些运动的过程让我在创业的过程中其实很有启发 那首先大部分的挑战你就是 就像我刚才开始讲的你不要看挑战的部分 你觉得机会的部分我们总是有机会去突破 找路走 然后找很多新的方法 我觉得都有机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输有赢 我们其实 大家会觉得我们好像募资很顺利 看起来好像很多大咖 但是我们很少机会跟大家讲我失败的经验有多少 我谈完之后拒绝我的投资人 其实远比投资我的投资人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何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去寻找下一次的机会 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运动中我有学到的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也许是 也是你说运气运气 我就是一个透过过去的运动来想这样的事情的人 您在未来五年你对公司或是您自己自身对这个公司的一些规划 愿景蓝图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自己是就像你说的 其实我们是学者或者说研究人员出身 其实我们是被迫开始了解市场的发展是长什么样子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的感觉是未来五年非常的关键 我们觉得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成功 麦克尔迪就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主流的市场 我们也有机会让台湾的显示产业 重新变成是关键的 我们除了半老体以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那也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变成重新回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Charles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不论是产业还是您个人 在经营一间企业一些心得 谢谢您也祝福那一创 谢谢嘉玲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好 决设者我们下回见